字幕囉明星 各位同學,大家好! 今天跟大家講解九字一 , 結構的定義與存取 第二部分 , 結構程式範例 上一段影片跟大家介紹的 結構的作用, 結構定義與與法, 結構的存取 這一段影片我們會舉一個 結構的程式範例 让各位同学能快速了解解构在程式设计中的作用 这个程式范例为国中数学的两元位置关系 问题简单描述不下 解定一元 C1 其原型 O1 坐标为 00 半径 R1 为 9 由使用者输入元 C2 的原型 O2 坐标及半径 R2 输出两元的位置关系 我们以动画来演示两元的位置关系 动画呈现的是从两元位置相距最远到两个元心互相靠近的过程 两元位置从相距最远到两个元心互相靠近 共可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 外离 小元在大元外 且两元互不相交 从土地上可知其数学判断是为 年薪线段长大于两元的半径和 也就是 O1 O2 的线段长大于 R1 加 R2 第二 外切 当小元沿着连心线向大元移动 小元在大元外 且两元相交于一点 这点称为切点 这种情况称之为外切 其数学判断是为 连心线段长等于两元的半径和 也就是 O2 O2 的线段长等于 R1 加 R2 第三 相交 小元继续沿着连心线向大元移动 这时两元相交于两点 称之为相交 其数学判断是为 连心线段长小于两元的半径和 且大于两元半径差的绝对值 也就是 R1 减 R2 的绝对值 小于 O1 O2 线段长 小于 R1 加 R2 第四 内切 小元在大元内 且两元相交于一点 这种情况称之为内切 其数学判断是为 两元半径差的绝对值 等于连心线段长 也就是 R1 减 R2 的绝对值 等于 O1 O2 的线段长 第五 内离 小元在大元内 且两元互不相交 这种情况称之为内离 其数学判断是为 两元半径差的绝对值 大于连心线段长 也就是 R1 减 R2 的绝对值 大于 O1 O2 线段长 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 两元位置关系这个问题的解题思维与流程 首先 描述一个圆 得必须包含圆心坐标和半径 所以我们先定义圆的结构 结构成员有圆心坐标 XY 和半径 R 接着宣告圆结构变数 C1 和 C2 因题目告知 C1 圆心坐标 00 半径为 9 所以可以同时设定 C1 的初始值 接下来读入 C2 圆心 O2 坐标及半径 R2 先比较连心线段长 O1 O2 和 R1 加 R2 若 O1 O2 大于 R1 加 R2 则两元位置关系为外离 若 O1 O2 等于 R1 加 R2 则两元位置关系为外切 若 O1 O2 小于 R1 加 R2 则再比较 R1 减 R2 的绝对值和 O1 O2 如果 R1 减 R2 的绝对值大于 O1 O2 则两元位置关系为香蕉 如果 R1 减 R2 的绝对值等于 O1 O2 则两元位置关系为内切 如果 R1 减 R2 绝对值小于 O1 O2 则两元位置关系为内离 我们可以自己产生一些测试资料 来验证待会儿的程式码是否正确 题目告知 圆系1 其圆心 O1 坐标为 00 半径 R1 为 9 第一组测之为 圆系2 的圆心 O2 坐标为 85 半径 R2 为 4 可计算出 圆系2 的圆心 O2 为 17 R1 加 R2 为 13 O2 大于 R1 加 R2 所以两元位置关系为外离 第二组测之为 圆系2 的圆心 O2 坐标为 52 半径 R2 为 4 可计算出 圆系2 的圆心 O2 为 13 R1 加 R2 为 13 O2 等于 R1 加 R2 所以两元位置关系为外切 第三组测之为 圆系2 的圆心 O2 坐标为 68 半径 R2 为 4 可计算出 圆系2 的圆心 O2 为 10 R1 加 R2 为 13 R1 减 R2 的绝对值为 5 O2 介于 R1 加 R2 和 R1 减 R2 的绝对值之间 所以两元位置关系为相交 第四组测之为 圆系2 的圆心 O2 坐标为 34 半径 R2 为 4 可计算出 圆系2 的圆心 O2 为 5 R1 减 R2 的绝对值为 5 O2 等于 R1 减 R2 的绝对值 所以两元位置关系为内切 第五组测之为 圆系2 的圆心 O2 坐标为 11 半径 R2 为 4 可计算出 圆系算长 O2 为 根号 2 也就是 1.414 R1 减 R2 的绝对值为 5 O2 小于 R1 减 R2 的绝对值 所以两元位置关系为内离 这一页为两元位置关系的完整程式码 首先定义结构 Circle 结构成为有圆心坐标 XY 和半径 R 宣告结构变数 C1 和 C2 并设定 C1 处值值 009 也就是圆C1 的圆心坐标 00 半径 9 接着读入圆C2 的圆心坐标及半径 计算连心线段长 O1 O2 存入浮点数变数 OO 接下来的潮状条件判断 则依解题流程设计 输入上一页我们自己产出的测试资料 程式执行结果与测试资料的结果相同 代表程式正确无误 这一段影片我们以两元位置关系为范例 定义了圆的结构 其成员包含圆心坐标及半径 让我们在程式撰写时 圆心坐标和半径看起来更像是议题的 也就是圆心坐标和半径 都是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此程式的逻辑性与可读性也大大的提高 从这个范例中 大家可以看出 结构在程式设计中运用十分广泛 下一个影片我们要跟大家介绍9-2 结构阵列